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说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由现在退休了 但是有不少的人来找我 就说因为他们对我比较了解 你帮我干点什么 我仍然又比较那种 哎呀别人求到你 我又说不能 拒绝 很干脆的拒绝 那这样的话呢 但是又要去帮呢 这个说实在 我自己就是 最近听了你的视频 看了这些书以后呢 我就觉得 把这个时间浪费的 确实很没有意思 但是就说这个 应该用一种什么 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 或者一种什么态度 这样的 能够往年拒绝 但是呢又不至于说 其实您退休以后呢 身边很多人是找您说 要您出来去带一些职务啊 说去大家组织一些活动 其实我觉得 因为这个 很多人组织这些 它是本身对你 比如说我想请您出来组这个活动 那 其实我对您是无所求的 我只是可能觉得您的能力啊 您还年轻啊 出来又有时间 又有社会关系 又有经验 又有能力 那我可能觉得您能够 胜任这个工作 我就去请您 但是只要人与人之间没有欲求 我就不想从您这得东西的话 您的拒绝不会得罪他 不管你提出任何说是 我现在要重新安排我的退休生活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 我现在退休了 我要清静下来 我要重新过另组生活 我有我的规划 我有我的退休以后的 未来的老年规划 那我要这样子去做 然后您给我讲一讲的话 我觉得我不会受 您不会得罪我 不管我多么的希望您出来 您也不会得罪我 就是说 而且如果这个人 我去请您去 知道您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社会关系 有这个经验 如果请您 您如果说拒绝了 得罪了我 那您就不配跟我 我这个人就不配跟你打交道 说句老实 那您就完全不要 跟我在一起去做这件事 迟早会得罪的 因为我对您有所求 我希望从您的退休以后 从您的社会关系 或者一些能力里边 获取一些东西 那您不要跟我在一起 您跟我在一起 最终会收 您不会受益的 所以您不会得罪他们 如果您真得罪他们了 那您做得更明智了 您的决定是明智的 更不要在一起了 是的 因为您退休了 这一生可能忙忙碌碌 前面工作 那有时候人在江湖 身份有击了 虽然是公务员 或者什么 那可能在这个工作里边 那很多是为国 为党 为国家做 要做很多 但现在正好我开始退休了 我又身体好年轻 那正好其实安排 要活回自我了 要活为自己活了 要重新寻找到生命 新的意义了 我觉得重新开始 重新想做的 是去探索一些生命的意义 甚至我们要为死亡做些准备 我提到死亡都过年了 大家都不愿意提死亡这个字 其实死亡跟生是同时的 难道我们从一开始一生 我们看着是往大涨 难道不是在走向死亡吗 每个人都是 你往大涨 还不是走向死亡 是不是 所以说生跟死是同时的 是个定型的 同型的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在生命 一开始诞生那天 我们庆祝诞生的同时 其实同时也在庆祝死亡 因为死亡就在旁边 因为你往大涨一天 你死亡近一点 是不是 所以这个没关系 只是我们把死亡 跟很多负面的东西 连在一起了 觉得死亡 是个很晦气的东西 但死亡是个重生 其实对佛学来讲 死亡是个重生 因为每一个人 其实到最后 我们都应该为死亡做准备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好 假如来世我们还有的话 我们不会死的话 只是脱了这个躯壳去 换一个躯壳的话 我们要做点什么 我觉得迫在迷竭的事情 这是为自己做 也可能会为身边的亲人在做 能帮到他 还有我未来可能 假如我还活40年50年 假如我们活100岁 你才50年 那我还活50年的话 那这50年很有意义 你有了阅历 有了经验 很多事情经历过了 很多事情很容易放下了 何不让自己重新规划呢 规划自己的未来呢 为什么去又呼呼的 又扑进某一个组织去 某一个聚会去 去轰轰烈烈的 要做点求民求力的事 是不是 我们放下名利 放下这个世界 一生轻生的 去活回生命的意义 去求一些东西 当然说 追求一些 更高少灵魂深处的东西 就是说 这个东西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 也可能孩子大了 或者是什么 就是家里物质层面呢 也基本上买足了 也不会饿肚子 有些退学 或者什么 那其实负担也不是很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去做一些 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 比如信仰和修行 去看索一下 这些生命的意义 到底我们来这一生 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还有亲亲友情 而且这些 我们一生恩恩越越 比这些东西 困在这里边 恩恩越越 沉浸爱 很烦恼 或者这些东西 我们有没有可能解脱 或者帮助到身边的那些年轻人 或者是 跟你一样 才困在这些事情里边的人 我觉得更有意义一些 如果我们进了一个组织 或者去参加一个聚会 或者是 再去担任一个职务 那么您的未来生活 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换了一个民间组织 从一个另外一个组织 进入了另外一个组织 您没退休 只不过那个 那个退休不算 知道吗 然后呢 在另一个组织里 仍然你会发现 还是民立民立民立情 还是充满了民立情 还是虚民立 为这些东西在做 因为 因为就这样 人与人之间 还是那么世俗的那些交往 很虚伪 就是很虚伪 就是有的人 他只是孤独寂寞 或者聚在一起了 或者是什么 重新来过 重新活回自己 我觉得更好一点吧 对你更好一点 这是我的观点 但是选择在你 你可以去选择去做 但是如果一个 如果您去拒绝了他们 他们生气了 你就不需要跟他们在一起 真正的 如果真的欣赏你的人 不会生气 怎么会生气呢 说哦 他会更敬佩你 其实我们以前 在工作里边 我们觉得 我们要有能力 一定会做得 很多事情很圆满 我们会渴求圆满 越有能力的人 他可能想把方方面 做得很圆满 觉得这是一种能力的显现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 当他去探索生命意义 活自己的时候 不要怕得罪人 你一做 你一做事 肯定会得罪 因为别人会 因为你开始自我 你不会去很圆满的去想 让他也满意 让他也满意 你在自己探索一件事的时候 别人不会满意 怎么会满意 他对你有种种欲求 每个人都是 你不可能满足每个人 你满足他的 就满足不了他的 你选择与你自己 比如修行人 他也选择 对自己 修行有帮助的 任何事 来做 虽然慈悲 什么 利他 这也是品质来的 但是 你一开始 很多还是不能够达到圆满 完美 不可能满每个人的欲望 因为时间精力 太有限了 能力我们也确实是有限 就算我们很有能力 那你做一件事的时候 不能同时再顾及到另一件事 嗯 肯定会有人说 嗯 就是没关系的 嗯 他很奇怪 就是原来那个什么呢 就是他也没见过杨老师的时候 我说杨老师说你不做你就不做了 嗯 他说 他说不做他真的就不做了 所以真是 我觉得是我不是他的姻缘 啊 他会在这方面留很快 嗯 所以他突然就听到的 他觉得是对 他就这样 好 而且本身也是修道主 哈哈 应该修行了 其实应该开始在这方面有修行了 其他的是没什么意义 嗯 对你来说 嗯 可以先放下了 嗯 他成道了 我们靠在外面成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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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